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这样的开始 我想从两条路走 一条路是佛教的社会价值 一条路是佛教的个体价值 那么我们这五六十年的宣传 我们看到的资料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个和尚 好像正面形象 除了钱文忠先生讲的大唐西游记 宣传法师西游记是比较正面的之外 其他你比如像康熙威夫私房里 那个和尚法印 纯粹是打架的 斗殴的 然后那些个竟是恶僧 丰僧 佛教的价值似乎就是 杜宠 社会的杜宠 或劳而获者的一个代言 这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宣传的 假如说佛教徒 或者说佛教的僧侣就是这么样一个恶劣的形象 那么斯里兰卡 缅甸 老挝 泰国 他的宪法第二条都规定 佛教为我国之国教 那又为何 早在二十年前 英国的教育部就规定 在他的自己的本身的基督教传承之外 高中学生以下 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 都必须选择一个第二宗教 那么教育部并没有强迫的要求所有的学生玩信仰佛教 但是他是这样推荐的 佛教的教主释迦摩尼以期对人生的透彻的把握揭示了人存在的苦及灭道的实相 所以对人生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改变的办法 所以才被英国的教育部推向第二宗教 所以佛教他是有一个很有意思 我们社会大众对他的了解是完全另一个想法 佛教自身又把佛所神化为另一个像神 比神还神的神 一个严重的拖绝 我们先从佛教的个体来说 个体教育 一般人说这个人最近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干嘛呀 算了 看破 红尘 对弱 深山老林 不问世事 自己打坐修行 这就是一般人想象的和尚 你怎么不在深山打坐 跑到红尘中干嘛来 耐不住寂寞了吗 私烦了吗 当我们看到一个僧人走到红尘中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奇怪的不解 因为我们理解一个修行人就是在他完善自我的时候就应该躲避开红尘的喧嚣 找到寂静的山林和丛林中来让自己完成自己的修行使命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实际上佛陀约定出家弟子 在刚已出家这几年 必须如此 必须如此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眼耳鼻舌身意 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构成 而眼贪什么东西 眼贪色 耳贪生 鼻贪香 舌贪味 身体贪触觉的舒服和享受 心念想那些美好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古圣先贤老子也说过这个话吧 在道德经说 五音什么 五色令人眼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甜诚吃烈 令人心发狂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心发狂的时代 对吧 山边海味都无法让这个舌头满足 一顿红十字会搞得一万块钱 他也是觉得不如白菜 白菜豆腐汤那么有味 为什么呢 五味令人口爽 他已经没有那种简单的吃酒的快乐 原意心的了 他一切的快乐标准建立在外在的色 声 香 味 处 法 建立在外在的这个物质层面上 而物质层面 他遵从以下三个规则 第一个 无常法则 任何物质层面的东西 他遵从这个法则 叫无常法则 大楼 今天还是好的 明天就楼塌塌了 对不对 他就是无常法则 今天 还是秦帝国 明天就 汉帝国了 今年还是 什么 民国呢 那四十年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 所有物质都遵从这种无常变异的法则 而我们一个个体把我们的喜怒哀恶 建立在这些个生命变化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的心就越来越不自由 越来越不自由 那比如今天 我们 我们的心灵会迷失在什么地方 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 拥有的物质已经这么方便和便利和繁华了 可是我的内心的空落落的感觉 那么实在 内心的压迫 为什么那么撞击力强 因为我们的标准 出了问题 就是将我们喜怒哀乐 构建在这些的生命变化的事情上来 那么这些事情在佛教看来 应该如何对待 佛教绝对不是一个 消极的 悲观的 沮丧的和绝望的 只一味的消灭的 说这个世界不好 咱们把它炸 炸了就好 这个地球很灾难多 我们把它抹平 然后再重新构建一个地球 这不是佛教的态度 这是一些 其他一些宗教极端的一些想法 认为这个人心坏了 世界也崩盘了 干脆就另造一个 佛教的态度 叫中道 这个世界存在的东西 也没有太好 也没有太坏 这个世界存在的一切 都 始可而止 恰当 就如此 这就是佛教的 中道的思想 所以 在各个宗教 有这些个宗教的复古主义 宗教的原教旨主义 给整个的社会大众 带来很大的危机和灾难的时候 佛教好像从创立到现在 2600年的历史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佛教的教义 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教义 叫中道的思想 中道 不要走极端 那中国的儒家是什么思想 中庸 中庸和中道 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呢 中庸 对我们更多的人是用在什么上 用在做人处事上 对不对 但是中道呢 是作为思想观念上 思想观念 思想观念上的中道 它会让人 没那么较劲 没那么较劲 那么第二个法则 一切存在的东西 都是不能独立做主的 这是佛教的一个独特的认知 世界上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 能够被我们认知 被我们了解 乃至 科学还所不能够解决的一些东西 凡是他存在的 那么他都不能独立做主 这个道理 很难被人理解 叫做诸法窝 很难被人理解 你说这个房子 我就想当房子 当个演讲大厅 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房子能做这个主吗 日本人来了 把这变成宣讲的谈 就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我们放个电影 这成了影院了 下午该开一个表彰会 又不同了 所以他没有独立做主的可能性 就是这是从外在的 那从我们内在的来看 你说这个身体是我的 我能独立做主 好 你说我就三岁那么大 回在生活在儿童期 我不长大 可以吗 谁能做得到 你说身体是你的 谁能让你的身体 好 你说身体是我的 我就永远不要活到五十五岁以后 我就活在五十岁之间 谁能做到 谁能做到 你说这个身体是我的当下 好 举着十五个小时 谁能做到 练一家的他也做不到 是吧 好 再说 他心跳是我的 你让他停下三分钟 谁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 都是不能独立做主的 他一旦 那为什么他不能独立做主呢 佛教的第三个思想 就是 缘起 缘起 缘分的缘 起床起 因缘而生起 缘生则有 缘散则灭 所以这里边没有一个独立做主的主宰性的 这个东西 但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独立做主 这个事情还成了 是什么是这个事情成的呢 是 因缘 所以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缘起 信空 这就是佛教的核心的教义 叫做三法印 三法印 像过去的古代的时候 这个虎符却 这个法为旧照 是吧 唯为旧照 却虎符 那郭莫朗那个戏剧叫什么呢 那个话剧 唯为旧照 那个兵符 不是说你就能发兵的 这两个东西 扣在一起 一对上 是一个 就是法印 就是这个意思 要拿这三条来衡量 这些佛教的学者也好 新华书店卖的书 畅销书 关于禅的 关于佛的也好 就看 符合这三条 就属于佛陀所说 违背这三条 哪怕它是大师所说 也不是佛教 这叫三法印 一切都是变化 叫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一切的存在 都不能独立做主 那么因为它 一切都变化 一切都不能独立做主 所以一切都被条件 所制约 那么既然一切 都被条件 所制约 是不是 就一定有 互相的影响 对不对 那互相的影响 用最时髦的 哲学的观念 叫什么 辩证法 所以恩格斯早就说 佛教的辩证思维 早过西方 一定是缘起的 大家互相制约 就叫做辩证法 很有意思 那么了解了这几个 再来 让我们个体的生命 如何安身立命 佛法 它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个体生命 如何安身立命 你知道了 一切都是无常的 当然你放下了 对那个 不正确的认知 好比我自己 前两天做了一个梦 乔布斯 是几号死的 去世的 乔布斯是 六号是五号 五号早晨 是吧 五号早晨去世 我四号晚上做梦 就梦到了 对于无常的事情 我不接受 就很痛苦 梦里 为什么呢 做梦 梦 回到北京大学 在那个博士生的楼里 宿舍楼里 我的一个老朋友 1992年 北京中关村 最早搞IT的 企业之一 跟惠普 跟方正同时的 那个 降临公司的 最早做IT的 我那个朋友 一个博士 在这里负责 然后就是这样 我的苹果电脑打开着 我的这个苹果手机 放在这 但是在这个 这个博士生宿舍楼 还是上下铺 这个圆桌上 我回身 跟右边的三个学生 交代一下事 再一回来一看 电脑在 苹果手机 驾照本 驾照都没了 然后大家就 四目相对 因为十几个 都是那个 男生宿舍 那个样子 就知道是一个博士 把我的苹果手机 偷走了 但是我就给自己 心里安慰 他早把照片 还给我就可以了 这个苹果手机呢 就没什么 然后觉得就很不开心 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来讲课 是来什么呢 手机没了 我就停下来 电脑就这么 也没 也没和苹果电脑 把他就 然后下来 说那时候 在梦里 北京大学 实际上在一个大高山 我就下山 飞下来的 到了山下 像这个大唐一样的 跟这个学生就交代 你下来的时候 带行李 把我的苹果电脑 一定要带下 结果下来打开 我的行李箱 一翻开 所有的衣服 卧具都有 牙刷牙膏的 书也在 就是苹果电脑也没了 我说完了 这苹果手机也没了 苹果电脑也没了 早晨一醒 乔布斯去世 很神奇 那天那个梦 真是很神奇 就是在梦里边 明明知道 这个东西是无常的 暂时为我所使用 说是名字是我的 名装的 但是暂时为我使用 可是梦里还是不开心 所以人都如此 人都是如此 你尽管知道 这个道理说 无常随时会发生的 但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拒绝接受的 那我当我们拒绝接受的时候 对内心的冲撞 就是很强烈 所以我们会痛苦 因此 我们的自己的个体的人生 要经历 八个方面的痛苦 第一个 从我们成年人来说 感受很深的叫什么苦 我种种的想法 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对象 叫什么苦 求不得苦 我种种的想法 都没办法百分之百的兑现 所以人生如一世 难得一二 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那第二件苦 什么呢 上街上给人去看个手相 批个八字吧 什么的 我说你今年犯小人 你年年去看 年年都会告诉你犯小人 为什么 因为佛陀说 愿赠会苦 你讨厌的人 永远会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你喜欢那个人 没当你的领导 而是你讨厌的人 当你的顶头上司 永远就如此 愿赠会苦 是人之常态 这个身和心呢 随时都在一种 胶着的状态 忧似的状态 奔忙 那个状态 叫五阴赤圣苦 身心焦虑 随时都在那个状态 哪怕在睡梦中了 还是翻过来倒去 五阴赤圣 然后衰老之苦 人人无可避免 疾病之苦 张飞是天不怕 地不怕 有一天诸葛长说 我写个东西 你肯定不怕 你说吧 我肯定不怕 诸葛长在这写个 病 夸你怕我怕 张飞说我怕 人人都怕病 病 老 还有死 这叫生老病死 八苦交尖 爱别离 求不得 愿赠会 无垠之胜 什么是爱别离呢 你喜欢的人 喜欢的环境 喜欢的事情 随时会跟你离开 所以这种八苦 但是佛教把这个苦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苦不是指痛苦之苦 是指残缺和不圆满的意思 残缺和不圆满 我们随时 人只要是有生命 在活着 这八种现象 随时都在逼迫 小孩子现在多自由 在到了十二岁 他还这样子 不用我们来信 父母就觉得 不行了 强化给他一些东西 这个佛教叫做 先天的聚生法治 就是预生俱来的法治 和后天环境给他的 老师家长环境 给他一些强化 那我想想看 我们人活着来 有多少是按自己的兴趣活的 有多少是被环境给逼迫 都是 谁都不想衣冠楚楚 这里背个潇洒 结果实际上 心里面这样的万斤的铁单 那么重 人 那么怎么办 佛教说 必须要了解 这些逼迫的内在的原因 知道了原因 你就可以放下这个重担 所以有现象 不怕 因为有这个果子 必有它那个因 有这个现象 必有它内在的动机 所以要找它内在的那个东西 佛陀找出了 发现了这个方法 发现了这个实相 这个实相 就是这个八苦 八准逼迫的现象的 内在的本质 叫做集 集体集 集和集 集 集起为因 刚才我们说 缘起 现在是集起 集起为因 好比说 抓着它 没有任何人惩罚你 你就是想做个行为 艺术家 我就抓着它 抓十五分钟 可不可以做得到 抓三十分钟 还能做到吗 就这样 三十分钟还能做到吗 对于百分之九十的人 三十分钟 一定做不到 这会僵 它一定会松开 但是 在有警察 在有警察在这旁边 跪着手 说三个小时 你能做到 就不死 两个小时 五十九分钟 你杀了一个枪柄 会做到吗 大多数人 能做到 但是仍然会有一部分 做不到 它肯定会放下 为什么 自然的仿刺 自然的仿刺 那我们这个集起 就是这样的 叫执着 你执着在这上面 你就被它给制 佛教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在这个热态 像马来西亚 泰国这些地方 这些捉猴子的人 特别懂得捉猴子 毫毛都不会伤到它 咱们中国人 这个捉猴子比较残忍 这个马来人 他捉猴子很 愣一个大椰子壳 一个大椰子 掏四个洞 四个洞 里面放些 那个猴子爱吃的 猴子爱吃的什么 香蕉啊 坚果啊 搁在那个大椰子壳里面 猴子来玩得很好 一牵爪抓进去 抓住了 哎 这个东西不撒开 拽 拽 拽不出来 拽不出来吧 然后 哇 那这个再进来 这个哎呦 又摸到好吃的 再抓住它 哇 两个手攥起来了 完了 出不来 跑 那后腿它跑不动 那前爪在那个椰子里 又种 这个猎人来了 毫发不伤 实际上 人就知道是吧 被这个手进去了 你松开了 没有 手里没东西了 从那个东西就出来 人都是这样 那人被什么抓住 我们说说 来看看 我们讲笑话 以为猴子很可怜 但是人也一样啊 人有五件东西 就跟猴子一样的被抓住 才 色 名 利 是吧 才 人不为什么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是不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在这个整个的大社会流通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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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为管理 就像你们这个很多都是银行界的 那再推荐大家看一个搞笑的电视 四大财子 那个柱之山 喜欢钱 最后他们几个好不容易把皇帝给救了 那个皇帝说 好吧 你既然喜欢钱 就让他当国库的管理员 天天赎钱 结果一分都没有他 一样 为我所用 不要以为是我的 一切东西都如此 我们的心就放开了 所以极其力 就是直取 这个直取让我们痛苦 当你放下它 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你 甚至当你放下它 正确的安放好 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的时候 你越有财 越能帮助到社会 服务他人 你越有权力 你能更好的运用权力 一个安民的 让老百姓得利益的 睡法 环境 稍微的动动心 你就有权力 就能越能够行菩萨道 所以佛教 他的态度说 既然人创造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切 所以这一切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和价值 而不是盲目的消灭的和毁灭的 这就是佛教的中道思想 从个体的向社会上走 从个体价值 那每一个佛教徒都明白这些道理了 所以要遵从现实生活的五条标准 所以佛教徒不管你是修行任何一个方法 任何一个派别 你必须得遵从这五条原则 第一个 不故意杀害人命 不故意杀害人命 第一条 第二条 不能偷盗任何 有主物 属于国家的 集体的 个人的 畜生的 哪怕你跟狗去抢狗时 也算偷盗 这个很严格 佛教这个戒律是很严格的 所以如果按这条戒律的威系来判定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天天都在犯逃戒 为什么呢 你在单位里边下班了 而利用单位的电脑 在打游戏也好 写自己的文章 写日记也好 发音件也好 都属到 佛教的戒律很严格 在这个方面 特别严格 但是呢 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如此了 所以大家都有心无心中的 都这么做 第三个 不邪疑 这是在夫妻关系之外 不可以再去 有两性关系 保证婚姻的 家庭的稳定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的单位 家庭稳定 社会安定 家庭不稳定 社会不可能真正的安定 第四个 不说假话 不忘了 任何一个个体 在修行的时候 不可以忘了 这个不忘了 又包括了四条 第一个 不能够挑拨利剑 不能两舌 挑拨利剑 不能恶口 粗言 我的心是好的 但是我嘴巴上来就骂人 这个也不行 还得说 好好 人家爱听的话 你心好 话还得好 才行 还要不能够说低级下流 无意味的话 叫做奇 然后不忘了 所以这四条 暂时不忘了 演着 那第五条呢 就不吸食酒精和麻醉品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代 两千六百年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毒品 没有酒精 所以拒绝麻醉品 你想想看 这五条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做到了 会有卡大菲前天的死吗 会吗 会有这个抗日战争八年吗 全球的人都遵从一条界法 不故意杀害人命 有事咱们坐下来谈 会有三国吗 会有南北朝的对立吗 从秦皇统一 公元前二二一年到一九一年 中国只有九年没有战争 只有九年没有流血 宁为什么 宁为乱世 这个和平时的犬不作 乱世的人 战乱的是人生 最近你们看了书 可能给封了 龙龙台写的 大江大河1949 好些故事还讲到我们 哈尔滨这一带 阿城 到四平这条路 可以去看看这个书 台湾出的 香港有 出的网上有 好像又来给封掉 讲得很真实 国共战争的时候 1949那个时候 迷乱 两百万人突然的 从大陆到了台湾 那一个状态 对台湾人民的撞击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五条就是佛教徒的 安身立命的行为规则 行为规则 所以佛教的佛教徒的修行 不是指刻意的到庙里来 磕个头 刷个箱 念个经 许个愿 发个誓 那个不是 是他终其一生 按照这五条标准 来规范自己的人生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这样做到了 想想看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巨大的社会价值 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杀生 社会就可以没有暴力 所以印度的圣雄甘地 非暴力不抵抗 这个思想又出处吧 来自于佛教 非暴力不抵抗 那佛教的思想 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你看 从第三条不邪淫 家庭的价值得到保护 那么我们今天说 经常扫黄打飞 黄堵堵 黄堵堵 这个黄色的艾滋病的流行 都可能得到根治 对吧 都是 所以它又有一个 巨大的社会价值 那我们就从 佛教徒个体的 看起来 是躲入深山老林 把自己藏起来 引起来 去修行 不问世事 不问红尘 不管三皇五帝 不管唐宗汉族 但是 因为它个体的 道德人品的提升 智慧 动建力的提升 它又 看起来没有 对社会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但实际上 它又给了社会 最积极的帮助 因为每一个人 如果都能够 真正的来奉行 这个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疑 不忘 不麻醉品 这个社会 就缺少一个怪兰 缺少一个制造危机的 那个祸患之软 然后 再来看 佛教的社会价值 这边是内敛的 外聚 名利 财色 想内敛 那么 佛教的社会价值体现在 要广行六度 广行六度 不失 赤剑 仁辱 精进 禅定 不容之 那么不杀生 要行什么 不失 因为所有的人 都得要活着 而有些人活着 因为他 各种各样的原因累积 他的福报不够 所以能为乞丐 或者是有病 无前一 有想法 没能力 所以 佛教第一个 叫做不失 那今天 慈善的 公益的 这些个 NGO 这些东西 越来越 越 越开放 但是还远远没有 达到 真正的 大社会 小政府 那种开放程度 交给民间来管理 比如说 我作为 因为我经常各地 弘法 讲座 经常有人质疑我 说五一二 也看不到你们 和尚佛教的身影 玉树 也看不到你们的 佛教的身影 那很多社会的 不公义 七二三 温州 温州动车事故 也看不到你们 和尚的身影 为什么呢 你们这不是社会的 这个寄生虫吗 垃圾吗 经常有人会这样 但实际上 所有这些事件中 都有我们佛教的 声音 影子 因为佛教的不失 放在第一位 而不失最容易的是 财的不失 所以1998年 长江大水 国家宗教局 组织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五大宗教 共同在北京筹款 那么一天内 总共筹了 4200万人 佛教 2600万 所以佛教最奇迹 在那边 但是呢 这些 这些善款拿来呢 佛教 不能自身去 做这些事情 只能佛教拿来钱 委托 你民政部 红十字会 慈善总会 委托这些 佛教自身 因为 我们的这个 相关的 这个 慈善宗教法规 还不到位 所以没有办法去 那我记得 96年 是不是 震来 震东 这个大水了呀 是吧 是96年 98年 那我 冬天也一样 从本西 拉了三卡车的 大棉衣 棉鞋 棉被 往这边来送 结果走到哪儿 好像 从本西还没到 沈阳 就大学 那三个车 又都给赶回去 走不了 又回到本西去 一样 很多事情 我们是能做 不能说 能做不能说 不失 社会价值 所以过去 寺庙里边 在动乱的时候 在老百姓 出问题的 那个有一个大粥锅 辣巴粥怎么来的 辣巴粥就是这样子 给这些贫病的老百姓们 熬个粥 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不至于饿死 这个呢 推荐大家看一个新电影 刚刚拍的 刘德华拍的 新少林寺 看到吗 看那个老百姓 战乱的时候 这个寺庙 奢猪 奢猪 结果米不够了 这几个和尚干嘛 到哪去偷米 偷米去 偷了粮 官 偷了官府的米 回来证据老百姓 那这就是对佛教 一个教义的发展 因为你偷了官府的 等于认为这个贪官不行 认为政府的组织能力不行 你代替着他 这个严格说是违背佛教的规矩的 佛教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做个体行为可以 向主之身 我就把你粮仓打开了 正寂老百姓没问题 但是你整个佛教一个寺庙 去这样做 就是犯戒了 因为有主物 国家的 集体的 凡是有主物 你偷了 不告而拿 全算偷到 所以新少林寺 他对佛教的很多教义 你看也会有争议 会有争议 吃戒 刚才说的 每个佛教徒都要遵守这五戒 但是出家的佛教徒 可不是这五戒 男众250条 女众348条 要遵从这么多戒律 你想大家都遵守戒律了 很多法律的问题 就少了 因为什么 法律至其已然 已经发生了 我在 无论是现在 西方的无罪推定 还是我们中国的有罪推定 都是要大量的人证物证 然后去走这个司法程序 劳民伤财 而佛教是怎么样 至其未蒙 在这个恶念还没有蒙发的时候 就先让他别干 先让他别干 这个忙 迪人 前天 前天 前天我在杭州机场 这个飞机有问题 等了五个小时 买了三本书看 其中一本 我昨天差不多给看完了 从2000年到09年 中国这个贪官 242人的故事 什么陈少基 从这个 那个一大堆 为什么 现在 这个反腐的力度 不比朱元璋 杀了四万五千个官员 少 可是为什么 腐败仍然这么猖狂 老百姓也不满 执政人还 自身也不满 执政党也不满 为什么 什么问题 根本原因在哪里 佛教的观点是这样 断面论 断面论的认知 使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这几十年的宣传 是断面论的 认为 人死都灯灭 是吧 啥都没有了 那我这生命就这一次性 我转了 我贪了 存着侥幸心理 反正我够本了 断面论 不管三十八学来说 是真的是 是真的 不管六道轮回 是真的是 假 但起码在 使一个人 在有限的生命中 不要过分的贪度 不要过分的去 怜 拒 本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 财产 这方面举头三只有神灵 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对明明畏惧中怀有敬畏 这个东西我们没了 所以你的法律打击再严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原来说过一句话 后来他的书也被封了 插进了 好像他就是来黑龙江来的时候 哪个省长陪着他走 他说的这个话 他说现在我们这些个党员 隔着一个枪毙一个 还是很多回漏网 能不能就串着 像那海岸炮大屠杀那样的 串起来清一色的光光光 机枪都给枪毙了 可能会有一两个冤枉 为什么 就是思想观念出了问题 法律已经足不足不的健全和完善 人质已经慢慢的让位于法治 还是不行 就是断绵论 这个问题才可怕 这个问题真的很可怕 那么佛教的社会价值 假如说大家都不偷到 属于国家的 属于集体的 属于他人的 不偷到 凡而行不失 佛教要求自己的佛教弟子们 财产分作四份 一份照顾父母 一份作为家庭使用 一份必须的无条件的回馈社会 一份要照顾 亲戚朋友里边的邻居 穷困者 财产要分作四份 那基督教 天主教 他叫十一岁 他的财产的十分之一 属教会所有 所以自然就 教会扣除 在发你工资的时候 把你的财产 那个十分之一 直接就扣掉 有国家的相关的 这个部门 就直接就扣掉 所以他去做慈善 为什么 天主教基督教 像玉英堂啊 学校 香港有大大小小 教会 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 从高中小学幼儿园 有三十四所 佛教只有十一所 在香港回归之前 佛教只有十一所 那基督教有三十四所学校 那我们在 在我们现在就很麻烦 在国内 目前宗教还不能办学 宗教还不能办养老院 宗教还不能办这些事情 但如果我们能做了 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 给更开放一点 让佛教来出面 恐怕比红十四会 更公信度 对吧 真的是 这个应该鼓掌 不用假装 然后佛教 您就想想看 他不识 从聚财到散财 这就是一个社会家 忍辱 别人侮辱的时候 我不是以刀还刀 以牙还牙 而是一种很甜淡的心态 来接受忍辱 这种忍辱 不是阿克罗斯的那种 忍精神胜利法 而是真正洞见这个事情的 因果关系 发现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他一定是我曾经 在某些场合 有意无意的伤害过对方 所以才有这些屈辱 家住我身 所以欢喜的接受 绝对不是怯懦的 而是真正有力量的 所以佛教的忍辱 又很厉害 再推荐您看 新少女次 六德华言的 他明明那个家伙可以 谢霆锋演的叫什么呢 是吧 是谢霆锋演的 可以杀了他 他不但不杀他 最后房梁断下了 他还把他推开 就靠忍辱 来度人 那金刚经也是 释迦摩尼前一生 做忍辱仙人的时候 被那个残暴王 把他的身体结结 卸了胳膊 卸了腿 他没有嗔恨 反而发现说 等我成活时 第一个来度民意 所以佛陀最早一正道 第一个得解脱的阿罗汉 就是当年 割结他身体的人 叫残暴王 割力王 翻译上汉语就是残暴的意思 这一项讲到 佛教的特色 佛不是万能的 佛有三件事做不到 就是不度无缘之人 那如何结缘呢 伤害你的人 跟你缘很深 这是佛教的观点 跟我们很多世俗的想法不一样 当然了 你如果有这个想法 你生活会很开心 是吧 早上出门去买菜 结果莫名其妙的 被人家泼了水 骂一通 你跟人打 打不过老太太了 跟人骂 嘴巴也不够利索了 生一肚子气 回来还得吃酱鸭药 你冤了 你要想有点佛教的智慧 那你就 尽管你没有神通 你也不知道前生 你怎么你当王 他当奴隶 你怎么欺负他了 但是你就想 肯定我曾经伤害不到 哎 今天抱起来 没当中哥尔巴 不错 很开心买了菜走了 我不买他的 我转移家不就完了 这就是佛教的智慧 所以不与罪汉纠缠 不与痴人纠缠 我们跟罪汉 跟痴人去纠缠 让自己受侮辱 对不对 我本来讲一个道理 结果跟几个混蛋 王八蛋去讲了些 最后他也扯你的衣服 你也跟他脸 把你的衣服都脸了 你这就 智者都是这样说的 你被毛驴踢了一脚 你应该怎么做呢 是再去踢毛驴一脚吗 还是 自己糊润糊润土 笑眯眯的走开 所以你被狗咬了一嘴毛 千万别反过来 去咬狗 这就是佛教的智慧 忍辱不是无能 是智慧 忍辱婆罗民 所以不吃吃戒 忍辱 在正确的方向上 积极的努力 精进 然后禅定和智慧 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现在你看到 佛教的微博 有一天 他们也在佛教的微博里边 把这个比较火的这几个法师 都做了一个概括 像学成法师的 就是慧多 四川某个法师的 就是慈善多 哪个法师就是 明言格句多 说我呢 就是好玩多 我的就是好玩两个字 没有别的 那么 这个很多的格言凝聚 说来说去 佛教讲的一些道理 如果不能够 变成你的 深口意的行为 它就是个空洞的说教 跟我们的小学生的 思想政治课 没有两样 不起任何作用 所以 佛教特别注重了实践 就是禅定和智慧 它不是说你读读佛经 到了初一十五 到庙里稍稍拜拜 就是佛教徒了 这个是伪佛教徒 甚至是非佛教徒的行为 真正的佛弟子是日日 时时来净化自己的深口意 这才是佛教徒的行为 而净化深口意的方式 绝对绝对要通过常作来实现 所以今天佛教为什么被基督教打败 为什么乡下的这个地下的基督势力超过的佛教 就是因为佛教都注重了什么 有钱进庙 无钱进教堂 为什么 有钱了 哎呦好不容易发了 到庙里赶紧三十 公安局长啊 工商局长赶跑 我烧头香 我出三千万 那你出两千九百万 你是烧排二座 我捐得多 我要烧头香 中间的位子半 在佛前 显摆 彻底走向一个误区 走向了一个误区 真正的佛教 是奉行佛陀的教会和教导 来改变自己的深口意的行为 身体是我的语言 我的意念 是我的是把我们那些不好的荒谬的 不完善的不究竟的想法改变过来 行为改变过来 就是这才是真正佛弟子的行为 而这个改变从哪里开始 必须要来打做修行 不是你诵诵经念咒就能解决的 如果诵经念咒那么简单解决了 佛陀当年 那佛陀他真是少二百五 干嘛 教了四十九年 教了这么说 横说 树说 黑说 白说 长说 短说 说那么多的经 教人 所以佛教从五界 是内在的自我的进化的价值 外度 六度 内 一外 所以梁启超先生说 佛教是奸善而非独善 是积极而非消极 是社会而非个体 那我们 我的主讲 这两条 无论是向外 行六度 也是让我们安身立命的方法 还是向内 五界 也是让我们安身立命的方法 当我们无论哪条做得好了 我们都可以 可以说在佛教的信仰和修行实践中 找到了做一个佛教徒 佛弟子 安身立命之法 那么这个是不是针对佛弟子的呢 不是 它是针对所有人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活着 尊重生命的尊严和权力 而不杀生 是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道德 还是法律 都约定的 所以佛教的不杀生 不是佛教的戒令 是权力的戒令 如果权力能奉行 哪会有911呢 哪会有那些人体炸弹呢 而那些教义本身就显示了它的荒谬性 我背着炸弹 炸了这个世贸大楼 我就迅速的接近上帝 回到天堂 这个教义本身就出了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义下 必然会引发更多的仇恨 必然会引发更多的仇恨 所以我们不可不知 因此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 跟现时代 跟现代的社会 跟现代的科学 能够并行不备的 爱因斯坦说 如果说 能够跟现代科学合拍 甚至能给现代科学 以指导的宗教 让我来选择 那非佛教莫属 我当我在山区域的法师都说 当时我在武艺朗文中 有一位人恨说 这佛太王 往往说 人哪有所得给佛太王 那些师父说 你回答了对 还有一种说 佛太王 是让你相信 这座庙也建成了 你要去拖钱 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放心 我的解释跟你说的一样 既然人给佛像开光了 那你把这人供到家里 比供佛还零 所以只不过就像电视机出厂了 给通了电 正式投入实用 这个大楼建完了 领导们来这捡个彩 大楼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佛像开光仅此而已 那么这个圣物崇拜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佛教本来比基督教 比伊斯兰教 都反对任何的崇拜 偶像崇拜 但是在大概佛去世后 六百年 在公元前一点点 公元前五十年 到公元后五十年 这一百年间左右 有了第一尊佛像 在哪呢 今天的 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的地方 克神灭了 当时的名字叫加斯米罗 因为那个地方丝绸之路交汇地 中国文明 希腊文明 印度文明 那个伊朗 伊拉克的那个两一的 那个文明 四大文明在那交汇 所以有了第一尊佛像 第一尊佛像 雕的呢 这个带着法迹 那如果大家去过那个希腊的神庙 可以看 早期的希腊的阿波罗太阳神的像 跟佛像特别一样 所以是希腊人 雕了这个第一尊佛像 他是完全从艺术层面上 那慢慢的 就开始有了圣像崇拜 然后有了大量的经典 说这个佛像 实际上 佛陀说 你拜我 不如拜自己 佛陀说 你拜了我 你不服我的药 没有用 佛陀说 打了很多的比方说 我告诉你的法 就像一个药方 你必须站着这个药方 抓了药 去回家吃 煎了药 吃了 才能药到病除 否则的话 你只是对着那个药方 把它供起来 然后去炫耀 乃至你每日 顶礼 烧香 磕头说 还出去跟朋友炫耀 我的衣食顶呱呱 我的衣食漂亮亮 我的衣食最权威 没有用 佛陀说 相信自己的心 不要相信任何 外在的权威 外在的权威 都不要相信 何况说 外在的傀儡和偶像 这就是佛陀 因此佛像开不开光 只不过一个 仪式而已 真的就保佑你了 才不一定 要保佑 前几天被抓 那个女贪官是谁的 被抓了 第一个计划 他说 那菩萨真是不灵 是吧 他刚上完香 大师跟他说 菩萨保佑你 你没事了 风凶化吉 结果在高速公路上 口就被凡贪局 给抓到 捷到 他说菩萨真是不灵 那菩萨要灵了 那菩萨不就比 大贪官无力 还贪官无力 对不对 那肯定有问题 所以 我们把它从 民俗的方式来理解 无所谓 开光 让一个 信徒 你一般的老太太 七八十了 你让他理解 这些个 心才是唯一的真理 心才是真正的 净土 他理解不了 所以跟老婆 给佛像开光 给他磕头 供香花 供水 让他借这个教学工具 来进化自己的身口意 未尝不可 但是 仅仅停留在这 那永远在幼儿园水平 是不行 一定要回到内心 莫在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都是外道 佛教的规定是 在你内心之外 建立的任何修行方法 都叫外道 哪怕你是佛教徒 你是和尚 在心外建立起的法 都是外道 只有自己的内心清静了 世界才清静 只有内心成为净土了 净土才能当下实现 我在网上参照 有一个生命财员 叫雪峰 他执出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 现在人的很多痛苦 都来自于家庭 他认为家庭是这个 现在生活一个有读的教育 的程序 就我个人来讲 我感觉 他说很多东西 很多观念 我都很经受 我说从你认为法前 或佛法方面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那干脆都不要家庭 是吧 他能结论推导出来吗 能推导出来 实际上 真正按照这个 人类的这种自由的 这个 来讲 家庭 对人自身 确实是个束 对吧 为什么我们 你们有没有到云南 摩托人 那个 卢伯湖去过的 男的 不要说女的 因为现在他母气 十足 那个生活方式 走婚 没有固定的婚姻 女孩子到了 十六岁 成人了 爸爸就在他 没有办法 都叫舅 所有男的都叫舅舅 那妈妈 就给他 自己的一个 一个房 他就可以 接待自己的男朋友了 都是走婚 那今天的塞舍尔 塞舍尔公国 南台铭岛上 一个很美丽 很美丽的 岛罗 前天总统 刚到北京来 女性 世子 没有婚姻 每个人都有 好几个男朋友 也有好几个女朋友 所以大家 就真的是 他全 全国人口 八万二千人 全国的警察 武装司令 总部队 就管三百个人 基本没有人 偷到 没有人 做这犯格 而女的赤身裸体 在海边上 随便 她是合法的 男的赤身裸体 就抓起来 打鞭子 她是 就是女性的 对 那但是 中国 中国是很独特 中国真的是 很独特 中国太早 就是在 他的心智 还没有 精神 宗教方面 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然后就先建立了一个封建帝国 从秦始皇开始 汉武帝 就奠定了这个封建 这种大一统的权威 就一下给建立起来了 所以在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和宗教这个层面上 还没有完全的进化到一定程度 先把政治体系和进化 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就帝国的 秦汉帝国 隋唐帝国 明清帝国 这个政治制度很完备 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说实在真的很痛苦 包括礼教 礼教 女子的什么三从四德 三从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三从四德 这个把女性的生活 甚至在某些朝代还发展到了裹小脚 都是限制女性的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些问题 也确实 但是我们能这样说吗 只能把它做一个学术范围来讨论 确实如此 但是真正在伦理层面上 道德层面上 社会层面 法律层面上 还必须的遵从家庭 它的稳定性 国家要求维稳 但是不一定能真稳 但是家庭稳定 老百姓一定是安居乐运的 因为你让老百姓 去想那么大的 那么远的 它不大可能 但是如果能想到自己 自身这些 它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他的很多观点 可能在学术上 我很支持 但在行为上 操作层面上 恐怕还只能说 笑着 笑着 看看 就比如我们出家 本身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家庭的 对吧 那多少人在反对啊 多少人反对 身体发夫 受之父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全是对出家人的反对 都是这个的 基于这个 所以中华民族 它有个问题 就在此 我有一点 有个理解 合教应该是一种受教 那么目前我们看 大多数的修行者 比如采取的这种方式 教应这样 就是要 从事 就去学习的方法 那么是不是应该 更多的学者 教应这样 就应该找不出来 然后进行 说的要求 而不是应该 抓在身体的老人里 去修所谓的 类似于小城 这种一种 这个远离事件 就有用过 然后只是修个体 小城可不一定 就躲进深山下林了 今年7月6号 到8月9号 泰国法身寺 本来请我做团长 带150个大陆的河上去 但是我因为去法国 我就没去 全球的人 10万人 短期出家一个月 10万人 很多西方人 张力多半 三分之二 10万人 短期出家一个月 在泰国 7月6号 到8月9号 那个场面 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你要说带个蒙个 女的都蒙个 那个 伊斯兰 那个 那个 沙基 你露了眼睛 十万人走了 那跟卡拉菲的 卫队差不多了 吓死了 但这十万个人 短期出家 都是那个黄袍 这个鞋皮 望着一坐 静静地打坐 真的是 是不一样 那个力量 那也有啊 也有很多 你不是复旦 他们也请过 别的法师 请过那去 那一讲 一讲了 大概两个小时课 走的 讲了三十五分钟 就像桌椅板凳 没人听了 为什么呢 老人家一开口 哇 诸默默作 然后眼睛一闭 完全是讲的 民国的那个 思维方式 所以这个佛教讲 根本治和方便治 根本治 佛教的这种 刚才开明综艺 我们讲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缘起 信空的根本治 但是你还得有方便治 方便治 就是世间上这些个 一方啊 功巧啊 声明啊 音明啊 逻辑啊 这些你还得要懂 不懂的话 你没办法跟社会 主流去 合拍合 交流 沟通 所以很多人 在中山山住了 你让他来这个大学 来讲课 基本上没办法 他不对等的交流 他教几个老人家 诶 不错 行 你是夜上鬼 好 我教你方法 一天你给我 磕多少头 怎么来 他能接受 但他不具备普及性 他不具备普及性 所以 能够走出来的 弘法的僧人 确实是极缺 真的是极缺 而整个社会 有极需要 真的是需要 但是这个 我们这个人才 僧才的培养机制 出了问题 真的是出了问题 这怎么 所以赵普老 在世的时候 他说 中国佛教的危机 在于人才 中国佛教的危机 在于人才 中国佛教的危机 还是在于人才 但是老人家 也是无可奈何 就这种 培养人才 身材的机制 比社会要严重得多 我们社会 再怎么说 缺少人才 但是还是 除了马云 除了他自己 对吧 各式各样的人物 他还是 接受国民的 普通教育 然后能够 再到西方 再怎么 开阔眼界 然后再回来 怎么样 总归 有徒生徒长的 有海归回来的 有杂交的 但佛教 很厉害 那相比佛教 道教比佛教 还悲哀 更加缺少人才 更厉害 哈尔明福建师 有一个道观的 在阿诚 是在哪里 叫二龙山是吗 是吧 我记得 更是 你这个整个东三城 你还能听着 几个寺庙的名 听着几个和尚 和尚的名 你还能听到 东三省的道长的名吗 除了一个 被宣传的神话人 那个王丽萍 道教龙门派的 第十八十九代传人 在沈阳 这好多年前 气功热的时候 在整个东三省 出不来这样一个人 而出来的是什么 大佛教 就辅佛外道 竟是写法的 法轮功 对吧 公主领 李洪志 竟出这个了 就不对了 挣的不出 邪的就剩了 比如说很多人去留着 在座的很多大都会有这个经历 然后到某一个和尚去了 然后大家因为最初 我本身都是尊重 出于尊重 然后去大个土 然后自己主动的去捐一点钱 但是往往你进的和尚就有人照顾你 然后说我这有哪儿呢 哪儿呢 就是高僧 在此你们不知道 就说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叫做堂 叫什么 然后就那意思 我不懂啊 门外还是给你 闻望 然后呢 就你这有 哪儿呢 你这有 有什么什么不利 对你 你要请几度 请香 请几度香 或者请河 怎么样 然后呢 你去请的时候 那一度香 一根香六十 说这个高香大九十 那个 这个 这个 就叫 请佛吧 说这个佛呢 是 没开过往的两千 开过往的什么七千八千 我不太懂这个现象 这个是 是不是普遍存在里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 我感觉有被佛本身的那个死相 这是我一亲密的 我始终不利 有些人还觉得 你说让你请了 你不请了 心里还不安 好像对佛的不尊重 但是请了 你又觉得这个 哇 是不是都有 这个情谊吧 我反正我们是 听塔塔 没有什么想法 这些 我问这个 这些 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 你们是 这个 这个 是 不发银行的 我原来有个朋友 是 招商银行的 一个领导 05年 他去武台山 夏天 我说你去了 你千万别让人 烧高厢的 烧高厢的 给你一忽悠 最后你完了 你兜里的那个IP卡 IQ卡 密码都给人家 你可以擦了 我还特意在北京 交代他 在招商局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楼上 他请我吃饭喝茶 跟他交代 所以我出国 我上海来下讲课 回来 见面 跟我哭诉 比你这个要厉害 3888 这个 哎呦 贵人贵人 你留步留步 送你两句话 两句话 人家多少也搞些心理学 那确实能打动你 把你给打动了 然后进到小黑屋吧 好吧 你出出不来 走走不掉 不管你兜里的钱弄光 你别想走开 所以他回来 回来他就怨我 我说我提前不跟你说了 无论谁跟你说 你就别信就完了 但是你就想 人家肯定是传销有一套 他一下子 肯定打动你心里的某一个地方 你就信了 就进去了 结果你进去 明显的被欺骗 欺诈 甚至是被绑架 那佛教的戒律 叫对于佛弟子 佛教徒 无论出家的 还是在家的 有一个很严格的戒律 叫邪命自活 通过看命 算相 摸骨 八字 这些阴阳宅 给人家看这些东西来活命的 叫邪命自活 就是独正当的谋生手段 很严格的戒律 你做什么行业 你是在银行 哎哟 你 教什么 哎呀 那你 没有你做的 你教外语的 你应该在 作为课外的研究 做一个社会学 尤其宗教社会学的调整 你就调研 哈尔滨周边的就行 没关系 你作为学术调研嘛 看看 所谓的这些寺庙 有几个是真正的僧人 在使用和管理 而有几个 有像这些情况下 多数 都不是佛教徒 在使用这些场所 像发生这些事情 多数都不是佛教徒 在使用这些场所 像你说的这个 从你们有去过庐山旅游的吗 从北山九江 坐21公里上山 396个湾上去 中间经过一个官地庙 停过吗 那一个中巴车 无论你怎么上山 在这个地停 一个导游分成多少 一个司机分成多少 只要在这停一下 你就想他们 最后被江西省宗教厅 江西省物价局 江西省工商局 税务局 宗教局 还有公安 六个部门 一起去查封 完全是一些个 地痞无赖 但是他地痞无赖 不能像打砸抢一样的 说我就站了 那也不行 人家贿赂了一些官员 然后他在这里当法人 然后就是这公开的旗掌 特别厉害 那么佛寺的 真正的佛寺 你像现在很规范的 有些佛寺 一进门 有些人说文明尽乡 再有些更规范的 直接拿出中国 中国佛教学会的规定 国家宗教局 关于在寺庙燃乡 禁止燃乡 燃高乡的那个规定 把国家宗教局 人民日报的那个东西 都给弄大大的贴上 请文明尽乡 三知即可 相知自负 自愿 相知自负 你想给十块钱也行 你想给三千也行 就三根香放的 你自己随便拿 这个就是比较正规的 正规的寺庙 那像我的寺庙呢 干脆香也没有 蜡也没有 就不涉这些 香炉也没有 你想烧香 没有 我的寺庙都是 你进来就必须的拖鞋 进来 你就看书 打坐 没有任何的烧香的设施 就把这个设施都给取缔了 所以就免了这些 免了这些 但是呢 仍然还有些寺庙 像包括我自身管理 这几个寺庙 还受着一个旅游 处在 都是 这也就是 国家真的出了问题 怎么出了问题 寺庙有一两千年的历史 尽管中间 经过战争也好啊 这个政治运动也好啊 寺庙毁掉了 重建 它有一两千年历史 而这个景区才批 三也好 四也好 五也好 两也好 刚筹建也好 才不过三年五年 结果景区的权力 大过了历史 这个是中华民族的 最大的悲哀 把我们的精神 把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彻底的跟商业捆绑在一起 所以 毁的不是佛教 毁的是中华民族 对美好事物的那个信 给毁掉 这个毁太可怕 所以各位以后 再碰到这些场合 你有个定心玩就好 有个定心玩 你就再问 你说 你说可以啊 我要上香 你这样 我先看一下你们那个营业执照 因为营业执照必须要县级以上的宗教局颁发的宗教场所活动法人许可证 宗教活动法人许可证 十字 就跟工商那个差不多的性质一样 教别佛教 地址在哪 法人谁 班政时间 夸 带有那个县以及以上的宗教级才有权利 镇政府没权利 他给的章也不算数的 镇政府盖了一千个章 他也不算数的 他不是那个行政单位 不是指管单位 他这个历史宗教的这个属地管理的直属 一定是民族宗教事务局 县以上的 是的 什么的都可以 你要看那个 你看了 你说拿了这个章了 你说我看到了 相信你们是真的 但是对于这种这个烧高香的行为 我还想问一下你们局长 他最怕的宗教局长 因为这些个他肯定最怕这个 所以你一下子 他会说不定送你一车箱 好让你赶紧走 所以要维护自身权益 那么我们往往被人家就像吃个苍蝇一样 有时候不在乎那几个钱 在乎恶心 是吧 所以这个大量的这些个 这个大量的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 使佛教的正面形象 损失殆尽 佛教的阵地损失殆尽 佛教的形象损失殆尽 而佛教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不被了解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区啊 跟佛教之间存在着冲突 另外我自己也看了一些我们国家的全土文化行为 比如说整国家的道教思想啊 还有儒家思想啊 他们之间是有补充啊 还是有相互补兴啊 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我想问了林郑老师 就是说 我了解啊 我在看历史中的时候看到 在公元850年左右的时候啊 在中国唐朝的末期啊 有一个灭活领导 哎 或者是水利啊 并不买在法明寺 布莱出土的时候 在各国家很多外人通向 我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史上 你看了蛮多的书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呢 实际上是个学说而已 对吧 是个学说 所以那马克思生活在哪一年啊 共产党学员哪一年出版的 1840几年 1848年出版的 那你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空洞的 他也有的传承 从福利业 欧门 空想社主义这个开始 一直延续到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这个毛冬思想 江泽民理论 三个代表 这一下就延续下来了 包括黑猫 白猫 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 这也算哲学吗 要如果算成到哲学的话 就是实用主义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的 哲学哲学 美啊 它首先是解决美的问题 所以那么要想了解真正的哲学 还是亚里斯多多 柏拉图 苏格拉底 尤其是苏格拉底 这个古希腊 这三巨头 才是真正的哲学 那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运动的产物 社会运动的产物 所以这个社会运动产物 当这个社会的现象已经完全改变的时候 这个学说 你说是可发展还是不可发展 比如说二战时期罗斯福执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那再想想我们现在的高房价 高税收 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而整个政府在逐利 而不是为民生 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 为逐利着想 当一个政府纯粹成为这样的时候 它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这都是问题 所以要研究马列主义 可不能简单的就能几本书就行 对吧 资本论真的应该好好看 我也应该觉得在博物课好好看一看资本论 所以今天资本资本 资本就是物 对不对 那不就是物质决定一切 所以它必然导向这个 物质决定一切 但既然物质决定一切了 人到底是物的奴隶 人还是物的主人 所以中国成为防奴 车奴 贷款的奴隶 我们彻底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 这是进步还是后退 再回到中国的古圣先贤的 陶渊明的世外陶渊 这个不畏 五斗米蛇妖 对吧 再看这个李白的 安能催眉蛇妖 是全贵 使我不得 开心 问题是 那个时代 他们可以挂关而去 今天你敢吗 你敢挂关而去吗 你连这个挂关而去的自由都没了 所以工业化 物质这种发展 不但说中国今天面临这个 在西方这些有识之士 哲学家们 宗教家们早就在规避 警告 这些政府的制定政策的人 三十年代就开始 所以如果一味的追求工业化 现代化 最后人就成为机器的奴隶 所以异化这个词 卡夫卡在小说里 直接写个小说 《变形记》 格里高尔一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甲壳虫 他是个人 但是变成了虫子 异化 就是人成为机器的奴隶 再没有自由 人面朝黄土 背朝天 这是从负面的劳作 劳逸行面说 但从另一个层面说 泥土是人类的家园 当人被从泥土剥离的时候 人就开始注定了流浪 所以我们现在都流浪在楼房里 流浪在飞机里 流浪在汽车里 流浪在别墅里 就是没办法安住在心 是吧